这个就是上百年的拆房老廖红枣木 拆房老廖做的红枣木手串 我已经做了几年了都在用 也已经做了不少红枣木的手串了 但是大家应该没有见过枣木手串包姜的样子 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是比较早的 这是有网友在我这里订的手串之后 他盘到包姜 然后给我发过来的套片 这是他自己盘到包姜的 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在阳光下 这张图片是没有阳光照射的 这张图片是有阳光照射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阳光的照射下 这是非常漂亮的 它这个颜色玻璃底 所以这个红枣木的手串 是很值得盘完的 能盘到这种包姜的效果 非常好看 这一串是我自己正在盘的一串 我这个不是红枣木的 我这个是粉枣木的 粉枣木刚吃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经过我盘完以后 时间也不长 各把月来的 现在虽然还算不上包姜 但是已经慢慢的有效果了 其实弹珠子很简单 我这个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觉前拿在手里弹几分钟 弹一会儿就放下了 每天晚上睡觉前 然后洗手 手上洗干净之后 手是干干的 然后就这样 弹几圈 然后再反过来 弹几圈 就要是这个两个柱子中间这一块 用大拇指去蹭一蹭 一天就几分钟 慢慢的就包上效果了 原料的颜色是这样的 跟这个红枣木对比一下 颜色很浅 但是盘完之后 颜色慢慢的就上来了 如果时间长点 颜色还会更深一点 红枣木就会变得更深 就像那个紫檀的颜色一样 成了紫红色了 颜色